公车经过路口没有注意到前方车已经刹车直接撞上 大大的撞击声前方驾驶吓了好大一跳 当时所有车子都已经放慢速度 公车没有保持距离撞上前车 这是在高雄的丽雅区中镇一路往凯旋二路口 这辆客运没有注意到车前的状况发生了追撞 肇事的司机有下车留下了资讯 和这个前方的车主来联络 不双方也提到了这一辆车子是没有保险的 让前车的车主相当的惊讶 司机说不方便说明理由 不过一定会做后续的赔偿 东森新闻在高雄的